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現在在這個現代的南投營業所 那現在 因為我自從開了現代的 Elantra以後 我就覺得現代的車真的是還不錯開 那今天剛好經過現代營業所來看看老朋友 然後順便看到什麼新車呢 我今天就看到這個 哇太屌了 現代的Toussane 我想說來做個靜態的介紹 靜態的就好 沒時間試駕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車頭 現在的現代的Toussane很多車系的設計與會 都是這個六角形的水箱護照 然後它這個更有質感 全部都鍍鉻 做得非常漂亮 全部都鍍鉻 然後魚眼頭燈現在已經都是標配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霧燈有沒有 方向燈 整個車頭非常的有精神有沒有 我個人覺得是蠻好看的 你們不覺得嗎 再來看一下車側 它車側這一次 這一台是屬於入門的 入門版的 入門版的 它配的是17吋的鋁圈 哇說錯 是18吋 18吋 這台入門版的就配到18吋 蠻有誠意的 然後側邊你會看到兩條腰線 一個在手把 一個在最下面 看起來蠻動感的 然後這個藍色 寶藍色也蠻漂亮 是我喜歡的顏色 上面有兩個車頂架 它車高 大概170吋吧 還不錯 然後從後側看下來 它這個有一個 有一點點突出的感覺 讓你覺得它又特別的動感 這台1.6 Turbo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好寬喔 這個 很酷吧 大家在選購這種SUV 最重要就是它的後座空間 不是後座空間 行李箱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喔 太大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行李箱放在這裡 它到底可以放幾個 它可以直接直立式的 這個是一個20吋的 據原廠說它可以放 四個29吋的行李箱 這麼大的空間 你看 再把它放倒 可以放幾個 可以放好幾個 遠一點看一下 很不賴吧 真的很不賴 我們知道 在這個休旅車的買家 很重視的一點 也是它的後座空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後座空間的表現 你看這個都鍍鉻 哇 蠻有質感的 打開 現在看一下 這個空間的配置 然後 現在 哇 好扎實喔 上面有一個拳頭 上面有一個拳頭 但是 腳步的空間呢 它比較 差不多也是一個拳頭 嗯 這個已經到了B柱的後面了 所以這樣子的空間感呢 跟我早上的那個Raffle比起來 是差了一些 差了一些 但是它後方的冷氣出風口 因為這台是最入門的 你看那個音響就知道 它沒有螢幕喔 它連螢幕都沒有 所以這台是最入門的 它就有 這個 後方的這個 冷氣出風口 然後中間的位置呢 中間位置 比較 薄一點 比較硬一點 但是也可以做 因為它寬度夠寬 所以 那我做比較挺一點 還有一個拳頭的大小 欸 其實整體來講 它的空間感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座 來看一下它的內裝配置 來看一下 它這個門板 都是硬直的塑料 但是 沒有 不會讓你看起來 感覺非常的廉價 然後 然後 因為它這是入門的 所以 它是 沒有任何電動的配置 那這裡可以看到一個 幾個 這個按鈕 那有這個 這個盲點偵測系 因為它這一台是屬於比較入門版的 所以 它沒有那些A-DAS主動的安全配備 那這一台因為比較入門 但剛有看到 它的音響就是 主機就是最入門的 大家可以升級啦 自己考量自己要什麼 規格 但是它因為 它就算是最入門 它也是雙區恆溫空調 雙區的 其實整個配置 我們再拉遠一點 還不錯看啊 我覺得 然後這個是 因為這裡沒有鑰匙 我也沒辦法啟動 這個定速 雙圓式 中間有個資訊幕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然後 手煞車是 它手煞車是腳踏的 是腳踏的 它不是電子手煞車 電子手煞車 但是它這個是有一個 抖波緩向是不是 然後有drive mode 然後這個是雷達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啦 然後這邊有 USB 兩個 這個 點煙頭 還不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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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先進的主動安全配備 這個它呢它是叫 SmartSense SmartSense Hyundai SmartSense 它有SCC 是會主動跟車 所以它是 它有這個stop and go 所以它是全速域的齁 從零開始跟 然後 系統作動是從零開始 前方沒有車的時候 是從30開始定速 然後有車的話 是0到180都可以 欸還不錯齁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欸 有BCW 盲點針 盲區針車 LCA 然後還有RCCW 安全配備 還蠻足夠的 這台是Tosan 是現代賣最好的車 但是我想跟大家 看到這個 Reloaster Reloaster Turbo 哇 這台好酷喔 欸 我很少看到這種車子 是三門車 第一次看到這個車 我們看一下它的前臉 它這個是一個 魚眼頭燈 然後這邊有LED 兩排的日行燈 然後往上一拉 哇 車頭非常的有精神喔 然後我們 會買這個車子的 都是年輕的買家 像我就是年輕買家 我就很想要擁有一台這種車 你看它的側邊 它的輪框有夠特別的 兩個顏色 但是有一點像戰斧 非常的好看喔 這輪框是幾吋的呢 18吋的 18吋的 18吋的鋁圈 車長只有4.2米 但是 我們從這個側邊一看喔 非常的流線 雙色的天花板 屋頂 然後下面是沒有什麼線條 沒有什麼車身線條 但是很流線啊 非常好看 然後你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太漂亮了 這車 真的 太棒了 我太喜歡這個車子了 整個設計了 從車尾看更屌 你看 你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中置的排氣管 雙出的耶 哇 好酷喔 然後這車子 大家一定覺得說 這種車子就不用太在意 它的行李箱空間了對不對 來我弄給大家看 行李箱空間來了 也不小耶 這個很深啊 這個非常深啊 大概有 40公分左右吧 然後這個拉起來看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蠻深的 以跑車來看的話 它是非常的特別的一個設計 不是特別設計 其實 空間非常主動 看一下 我帶大家看 對 它這邊沒有門對不對 這邊沒有門 因為門在這邊 門在這邊 然後是隱藏式的 隱藏式的 我們坐進來 看一下 那它是跑車 跑車就是 後部空間要非常的局處 腳步空間 也要非常局處 可是 基本上坐得進來 如果說是其他的跑車 那種兩三門的那種跑車 我基本上是沒辦法坐的 那像這一台呢 我坐進來是 不會太舒服 但是坐得進來 所以 還OK啦 還OK啦 還可以坐 沒問題 但是它這個設計有一點 好車嘛 所以後面就是兩個人的位置 這叫2加2的配置 所以它門只有一邊 那邊沒有門 只能走這一邊 右邊的門 然後這邊有沒有 兩個 兩個自杯架 然後跟一個 兩個位 跟一個位置 就後面有兩個位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座的配置 哇 蠻好看的齁 我們後座 真的是太擠了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前座 感覺怎麼樣 太好看了 1.6的 1.6的 有錢應該搞一台這個來看 來坐一下前座 進來囉 正點 非常的設有設計感 然後你看這個排檔桿 哇這鋼鐵人吧 紅色跟黑色 哇 單區恆溫空調 然後 就這樣子 其實 還蠻好看的 然後坐起來 這個坐姿又很 很適中 不會說是有一些跑車 坐起來就是好像坐在地板上面 這個我覺得還好 不會 然後空間感還OK 不會讓你覺得很綁 其實空間還不錯 然後 然後 儀錶板 三元式的 因為我沒有鑰匙 沒辦法 沒鑰匙 三元式 三環式的 然後這個方向盤 就很現代 很兄弟的 那個方向盤 哇 真的是 還有一個HUD耶 這個按下去 按下去應該前面這個會跑出來 盲點偵測也有 聽說才100出頭萬 110萬 110幾萬 還不賴齁 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搞一台來 來開喔 看完了看完了 再去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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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今天太開心了齁 呃 就是經過這個現代汽車 南投 所以有南投的朋友 要買現代汽車可以來找我的好朋友 價格應該是蠻優惠的啦 這個我不知道 你可以找他談 但是我覺得現代的車齁 它就是差在這個品牌 不過它的東西真的還不錯 就是實際體驗過的人 才有辦法講出這種話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沒開過 沒做過 所以他就會對他有一種先路為主的印象 但實際上他的車並不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劃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